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成为更好的读者 两年前一个同学的妹妹找工作 我推荐她去了朋友W的公司 做仪器销售 去年我特意问过一次 朋友说小姑娘很灵 干得不错 我还挺开心 不料前几天那妹妹 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W对她有误会 要辞退她 她说一个客户对她表达好感 被她明确拒绝 结果对方恼羞成怒 跟W说了她很多坏话 W信以为真 要辞退她 她不想走 但怎么解释都没用 希望我去帮她说句话 我于是约了朋友见面 提到那个妹妹朋友一脸苦笑 给我讲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朋友说小姑娘本来是挺好 说话做事干脆利落 业绩很突出 但今年忽然有两个她手里的大客户 都终止合作了 朋友觉得很奇怪 亲自去问 人家说你们承诺的事情都做不到 没法再合作了 朋友这才知道 原来这姑娘给人家有的没的 承诺了一大堆 什么提成了 返利了 定期保养了 无条件退货了 人家要什么 她就答应什么 其实根本做不到 人家自然很不爽 不愿意再合作 那客户是好被她拒绝的事呢 我问 朋友表示呵呵 跟你还撒谎呢 根本没有的事 客户都给我结聊天记录的图了 人家根本没什么 倒是她一直 你说这种人品的姑娘 咱们能留吗 做成一单跑一个客户 全是一锤子买卖 有多少客户给她糟蹋 人品不过关 留着是祸患 不但她毁自己啊 还毁你 一点没错 我后来想 换我 肯定也会请她走 如果说一个人的能力 是她的发动机 那么人品就是方向盘 方向正 人起码能走正路 大不了能力不计走不远 若方向不正 发动机越强大 越可能通往灾难 一个读者讲 谈恋爱时有一次 她和妈妈男友在餐厅吃饭 服务员小姑娘很漂亮 她男友就一直瞄着对方 进进出出 还趁人家端汤 故意碰了一下 幸好小姑娘稳住了 汤没洒 但她男朋友的反应 不是庆幸 而是遗憾 她傻 完全没注意 但她妈妈都看在了眼里 回来就说 这男孩子花心 品性恐怕不行 将来很可能伤人心 得慎重考虑 可她当时呢 这爱的热恋 哪听得进去这些 后来执意结了婚 第三个月 男孩就出轨了 那几年 她哭得 视力都下降了 嗓子整天都是哑的 最后终于死了心 离了婚 带着孩子 搬回娘家那天 她看着老妈 一脸憔悴 却还强作笑颜 内心特别欠疚 特别后悔 当初没有听妈妈的话 年轻时 我们都太容易 被爱迷惑 常常要掉到坑里 才知道 爱情的光再曼妙 再谎言 最后过日子 还得靠人品打理 人品不过关 留在身边是祸患 职场如此 婚姻更是如此 我有个闺蜜 自己开了家浴室店 不过她大部分时间 都在外面晃到 把店交给助手小青打理 小青是闺蜜老家的亲戚 人很本分 很厚道 从不占别人便宜 买水果 别人多着了几块钱 她走了一公里路 也得给人家退回去 有一次她记错了价 把店里一个 两千多的手镯 当五千多的卖 给了一个老太太 自己发现以后 郁闷得不行 坐在那一直掉眼泪 其实她是拿提成的 多卖三千 她就多拿四五百 但这孩子心里过意不去 好几天睡不好觉 真不是装的 有些东西装不出来 闺蜜说 所以我也特别信任她 银行卡和密码都给她 换个人我敢吗 我多没安全感的人呢 其实小青并不怎么会做生意 闺蜜经常被气得脑门疼 但她坚决不换人 不但不换 还老给人发奖金 生怕小青走 有一回我和闺蜜喝茶 喝到一半 她突然想起什么事来 火急火燎地 打电话嘱咐小青 今天我表姐去店里 你住一点哈 那是她亲一家的姐姐 人不太行 有次去店里 居然顺了一条项链走 表姐在家没事干 说了好几次 要去帮闺蜜看店 但闺蜜可不干 虽然表姐比小青更亲 人也灵活 但是不放心呢 人品不行 一票否决 闺蜜说 这可能也是大部分人 做决定时的本能 越事关重大 越是如此 老实说 生活中确实有些东西 很难用肉眼判断利弊 比如有时我们闯红灯 骗客户 肌腹弱小 占朋友便宜 在该买单的时候 躲进洗手间 好像感觉都非常良好 没看到任何坏处 但你得知道 那只是眼前 如果放眼一生 你做过的那些 降低道德底线 折损自己人品的事情 很可能会一件一件 连起手来制裁你 所以 想取得长期 最大利益的话 还是得认认真真地 攒人品 不撒谎 不作恶 善待他人 遵守规则 该尽的责任都尽到 答应别人的事 尽量都做到 这漫长的一生啊 还是得靠好人品 伴你远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